上海的老太太在微信上转发了敏感视频 于是警察上门了 说她转发谣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对的 你是找她 她发失假信息 她能发出来 她发了这些信息 我们就有权利把他们转发 你就是转发了一下是吧 但是至于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你也并不清楚 人家我相信人家是真的 我相信你们是违法的 我相信警察是违法的 违法的 你也没有过这个事情 当事人核实过这个事情 核实过吗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我跟你说的这么多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你相信 你相信能动态去你吗 你相信吗 你老鼠跟我命掉了吧 你像同样的事情 你相信动态去你吗 跟我一样的 我们当然相信 你相信我相信人家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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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动态去你 我相信人家发的是事实 那我也还是一样 做一个相对的事情 根据刚才那个通告里边 第九条说了 如果是有编造或者故意传播 设议虚假信息的 你是要有这个相应的 法律责任的 好吧 如果 我还是希望你就是 转发之前 尽量先核实一下内容 我不是要核实内容 人家发出了这事实 就像你相信动态去你 相信老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说没老鼠 能把老鼠灭掉的 这个政府 好了吧 动态去你 你能相信 你有脑子 没脑子 你知清楚 他说今天上门 我们做一个 做拍手 做一个属于 上一个基金 好吧 今天不是说 今天立马帮你带走 好不好 你带走好了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准备带走 我准备进监狱 你为什么要进监狱呢 为什么 你们违法了 你们违法 就违法 用做监狱来恐吓 恐吓市民 不行了 我就帮你做监狱 我禁止 你们一直用做监狱 来恐吓市民 多次了 我看过多次视频 警察用 我不行了 我就管 把你行动处罚法 进监狱 再不行了 实际你杀大的人 全部用这个来恐吓 既然恐吓了以后 我愿意行动进去 看到了这位勇敢的 上海老太太 我就想到了自己 我也经常转发 这种敏感视频 或许哪天 警察就会上门 我丝毫不感到意外 别跟我说什么 视频转发之前 先要对视频的真伪 进行鉴定 匹谣 那是你们政府 应该做的事情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老百姓 我没有那么多 社会资源 去调查这种事情 我所转发的视频 全部来自于 微信 微博 抖音 等等各大国内 网络平台 如果这些视频是假的 那么 造成谣言传播的 始作俑者 是这些国内各大网络平台 是他们没有对于 发上来的视频 事先进行一个 真伪的判定 所以才造成了 谣言的传播 那么 有问题 请去找他们 和我无关 当然了 如果你们硬说 我有罪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司法几十权 在你们手里 那么 就像这位上海的 老太太一样 您不为此 奈何 疑死 对于 对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